新闻来源 移民邦 提到出国留学 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美国留学 作为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一 美国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具备卓越的优势和吸引力 在近日 美国教育科技公司Teradata发布了一项最新调查报告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24详细分析了在美留学生们的偏好 挑战 期望 以及对毕业后计划的看法 为家长对孩子的海外教育规划起一定参考作用 报告中指出 大部分国际留学生被美国大学的高生育 58%高质量的课程项目 48%及有前途的工作前景 45%所吸引 美国留学毕业后的主要阻力是 毕业后留美就业是很多国际学生的终极梦想 并且有多数人认为 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 毕业后在该国工作的能力极其重要 根据报告 56%的学生希望留在美国发展 然而 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你必须要在一片竞争激烈的职场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 找到雇主担保和工作签证的审理延误是主要阻力 分别占比43%和41%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2024年的HEB抽签中 中签率仅约为25.6% 可见国际留学生留美就业的困难程度 中国留学生毕业留美难上加难 根据美国移民局数据 2023年 美国再读的国际留学生有150万零3649人 在这其中 印度位列第一占25.11% 中国留学生占22.0% 在读留学生方面 两个国家人数相差不大 但在美国移民局公布的2023财年HEB获批数据中 印度人占比却达到惊人的72.3% 中国获批人数仅占11.7% 人数出现断层 仅有45344人获批 由此可见 中国留学生的留美之路比想象中的更难 面对这些挑战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选择 将教育和身份规划相结合 让孩子先拿到绿卡再去留学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